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希望将五指带吸尘器的除尘技术 运用在室内空气清净之上 首先,选定PM2.5为空气污染指标 并作为研究检测标的 因为PM2.5与癌症及新冠肺炎高度相关 接着,利用电脑课上课学习之Arduino套件 编写程式并组装SharpPM2.5感测器 作为检测PM2.5浓度之模组 并设计制作抽取式PM2.5感测器 以检验各式除尘筒之内部PM2.5浓度分布情况 然后,探讨五指带吸尘器之除尘原理 我们发现,五指带吸尘器是利用气旋结构产生的离心力 将灰尘及垃圾离心之外侧 达到不需滤网而分离灰尘和垃圾的效果 最后,改良五指带吸尘器结构 以应用于空气清净 研究发现,不需要滤网 空气清净能力永不减退的空气清净机确实可行 就像英国首副Dyson当初发明五指带吸尘器 尝试了数千种出尘筒结构一般 空气清净气旋出尘筒的结构研究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本研究确认了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与结论 一,清除PM2.5效率良好的气旋出尘筒 必须能产生扎实的气旋结构 二,横式结构分离PM2.5效率 不如直视气旋出尘筒 三,加强悬浮马达风扇动力 支气旋出尘筒长度 能够增加清除PM2.5效率 四,将冲气孔与进入室内空气孔分开 以及冲气孔位于侧边以增加气旋强度 对于增进清除PM2.5的效率都有帮助 五,增强风扇风力 也可以增加清除PM2.5